我今天由于家里要装修四个风扇 更换一个很好的马桶 我跟我们的曹师傅做装修的曹师傅 约了大半年了 今天总算他有空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未雨结局店 把他们拿回来请他帮忙 曹师傅真的辛苦你了 不用不用 你这个车好像买的时间不久吧 大概两年多了 跑了多少卖 现在已经跑了13万 这两年你跑为什么跑这么多 一定是赚蛮多钱 这两年主要是跑去15号 上面干活多 沙漠地区干活多 这段时间我很多朋友说 都找不到装修的人 然后就很多餐馆也找不到这些 就是做waiter这些人 他们说都去找片门了 都去种大麻去了 大麻有这么好种吗 你有没有去种大麻 我就没有种大麻 不过我就去去种大麻 那些基地帮他们装一点 搞那个办公室 搞那个棍耗结 棍耗结 叫棍耗 跟那个车壁 车壁店那些东西多 你主要是帮他们去装修 对 绝去装修 那为什么洛杉矶这么多的华人 这是装修的团队 他们觉得装修太辛苦了 然后他们也就去种大麻了 种大麻能够 他们说一年能够赚几十万上百万吗 这么好的生意吗 好像以前就可能是好赚一点 现在呢 我就看他们问他们那个情况 他们说现在不好赚 外不出去 还有很多费用很高 所以你应该是帮那些开大麻公司的人装修 应该也有好多年了 对 也有好多年了 因为我知道你的诚信很好 然后收费也合理 做的工作也是非常不错 你这两年真的是跑了 两年多跑了 十三万卖 确实是相当相当勤奋了 对 你看到那么多的朋友 他们在种大麻 然后你帮他们装修了以后 他们赚那么多的钱 你心里有没有这个感想 你也去种大麻 我就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们主要是靠自己双手 靠装修 靠装修 自己双手 捐那个生股钱的 那个种大麻 那些朋友呢 他们他们也说也不一定也不一定赚钱 这一年就 现在就啊 以前呢就 那个 还把那个价钱高 现在合法了吗 家族合法 很多人种了 哦 家族的大麻合法了 对 对对 哦 但是他们都能够拿到执照吗 来种的时候 是有一部分人可以拿到执照 有一部分人是没有执照的 他们开那些厂系 开那些军后是很大的 推幅很大的 你说的在greenhouse 它是在仓库里面 在warehouse里面做 还是在沙漠里方 就是那个大棚啊 我看到电视上面 他们种大棚来种啊 对 他们是在沙漠里面 把一副队 好像二星宝啊 三星宝 一副队围起来 围起来推平它 围起来 建那个大棚里面 建几百个大棚子 建两百个三百个四百个 一件件来种的 我像这个话 建两百个三百个 像一般建一个 一个大棚啊 就像你来说 你帮他们装一个大棚的本钱 或者是你要输多少钱 他们那个大棚一般的是一万多块钱 这就可以了 也不是很贵 大概一般都是成本价一万三左右 一万三左右 但是就是说他们说 像这个一万三左右 它里面他们说要买发电机 或者要买那个电表 或者是要打那个水 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水 是不是包括所有的这些 里面的这些灯光 这些整个的设备 还是只是一个棚子的价钱是一万三呢 那个棚子是一万三 你还要拉电 另外买发电机 拉电 还要通水管 搞那些暖气 那些暖气 那些水泵 那些是一共 大概你要搞一个棚投机 大概要三万块钱左右 三万块钱左右 那你刚刚说 就像一片区差不多两百个棚 三百个棚 哇 这就是六七百万美金了 对 他们是投机很大的 像这个 都是我们亚裔吗 还是说我们华裔啊 或者是美国当地的都有啊 我们我们主要是去帮那个华裔做多 我看到隔壁也有那些波西哥的那些人也有做啊 嗯 现在我们这个这个一大片都是中国人知道这华裔 而且越南华裔啊 越南人都有啊 然后就说像这个一大片一大片的意思 大约是有多少多少那个负啊 多少个棚啊 就是五百个棚一千个棚 我说不几 这个这个是它一个厂是一个农场一样的围起来的 一个厂一个厂大的大概有三百四百个都有 小的有二十多个都有的 那离我们洛杉矶这边大约多远啊 他们是不是要很干旱的地区啊 他们是在山在那个山那个沙漠地区在山下面 大概在我们洛杉矶开车过去要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那这么干旱的话就没有水哦 他们的水是哪里来的 它是这样的 有点有点就它就可以打紧 如果你出于那个地方 他一叫你来探一下有水呢 就打个紧张去抽水出来 如果没有水呢 他就买那个水车 买那个水车去专门有水卖的地方 拉水过来 过来的 哦像现在他们就是这个大棚几百个大棚的 像他们都有执照的吗 有点是有执照有点是没有的 因为他那个他要拉这个执照 又通过 又通过那个市政府了 市政府要花很多钱才可以拿到这个这个执照的 所以很多都是做小规模的 好像就十多个棚子啊 二十多棚子啊 那这就没有没有执照的 那没有执照的话 那市政府跟警察局还有联邦 他可以来抓咯 那个那个就是轮帮 上一段时间就去轮帮 轮帮过来抓了 联邦 对 哦 像这样一抓的话 就损失就很严重了 对对对对啊 因为他们的 那么轮帮那个警察一过得来 全部把你的棚子用那个勾机推车机把推掉 那么还有那就把那个厂全部放掉 那就损失很大了 哦 那这块地一定是由轮买的了 他是不是联邦会不会追究这个 这是地局的事情了 或者是他抓了这个总大麻的 你没有执照啊 那会不会把它关起来 还是说只是罚款就可以了 这个那就我就看见了几个东西 把那些棚子那些全部捉牢出去 捉了之后那些地它是他自己买的 那个业主是他的 可能是罚款吧 就是罚款也不会让他去坐牢 是吧 罚款的 但是我就是在报纸上面听到 或者在收音机上面 就是如果说你是绿卡啊 是什么就是到时候 如果说你有这个总大麻被抓的这个记录的话呢 到时候就是入籍的时候是有有麻烦 他就是像你经历过你帮他们装修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这种顾虑啊 这些种大麻的朋友啊 有点是有的 他很多人都是他是没有身份那些去种的 他是有点是过来旅游没有身份的去去种 他一所以一抓他就回大陆啊 回外国这样的 还有你如果你去帮人家捡大麻 种大麻的时间 那么你给团伙警察抓了一个 他就要还你两万块钱 哦这样 就是没有执照的 对 还你两万块钱的 有执照的 有执照到现在就他警察就过来看 他就这里拿执照 拿执照 他还你去那个去那个洗艇里面去农业区里面登记的要 哦这样 要交税的 要交税 哎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这段时间大家说哎呀餐馆都没有人去端盘子洗碗了 都去捡那个帮忙是捡那个大麻的花水 是吗 像一般这样就是捡一天要可以得多少钱呢 他们很多人都去帮那些老板捡那个 捡那个花那个业收大麻的时候 一般是三千块钱一个小时 有点的去顺天的就三十就三百块钱一天 哇三百块钱每天都有捡的吗 他去他的盆子很多很多盆子 因为他那个捡那个业绩不是很快 又很多人 十多个人一组 十多个人一组来捡的 他们走很多口干的 因为那里太多了吗 像一个人捡的话 一天可以捡多少颗这个大麻 一般都是如果捡业绩 捡那个大麻呢 一般都是 十 大约是十二三个人捡一个盆 一个盆大约有多少颗 一个盆大约有三百颗 三百颗一天啊 一天对 那是蛮多的 那这样收入不错啊 他会就是说 三百块钱一天 哇一个月 不休息一天 就差不多一万块美金了 当然会休息 那像这个就是老板会不会给他们包吃啊 包住啊 包接送啊 这个部分 他们捡这些大麻的老板会派个车过来 派个车过来 拉他们上去那个棚子里面 等他们干活 夜晚就送他们回去 送他回去了 中午就叫他们自己带饭去了 哦晚上再送回来开一两个小时的车了 对对 他们是六点钟就出发 大概去到八点多钟左右 就快点八点钟 一般做八个小时 这样就送他们回来的 哦 这也是 这也真的也是辛苦啊 就是像你说的 像沙漠的地方这些大棚 它像洛杉矶这么热的时候 那大棚里面会不会很热呀 能受得住吗 这个其实很厉害 我们把他们干活的时候 那个温度啊 在大棚里面温度 有100多多度啊 110 120度 对吧 110度 120 就是相当于差不多 就是按照我们华人就是40度啊 很高了 对对对很厉害的 那那那那那瘦得住吗 这样减对 这样减他们也 也一样干活啊 也一样干活啊 大家也大家也就是这个打零工也是辛苦钱啊 对辛苦钱也一样 对 那我真佩服你啊 你看你做装修做了十几年 到这边你看你面对这么大的诱惑啊 你都没有去种大麻 就是刚刚你讲的就是用自己辛苦的啊 辛苦的双手去做钱 是确实是 对对对 那哎呦我就是觉得啊 这一块很大 产量很高 产量很高 给 那么他一个棚子就有 2000多起的那个面积来种 哦 他就相当于你一个棚子就有一个 一个house就这么大了 他有几百个棚子就几百个house 他每三个月 每三个月就出 出一期打麻 一期打麻就 那个量就很大很大了 哦 三个月就可以出一批打麻 对对 也就是说从小小 哦小小的从苗开始到成熟 做到成熟收 大概要三个月时间就可以了 哦 那一年可以收四批 一年一年种三批一年种四批 都可以 哦 那是真的赚钱呢 如果说照你这样说 就是一个棚子三百棚 大约就是说 我没有这个概念啊 就是一半的大麻 他要几棵大麻树啊 就可以来到一个大麻 一一半大麻 一般来讲 如果你的技术好的 他种这个大麻 要讲要讲那个技术的 他想像种菜一样 你披那个肥 给那个管理的好的 管理的好的 一般都是两棵就两棵就有一半 哇 如果你再好的 那么再好的三棵就有两半这样 哦这样的 对像他们这个城市还不错吧 城市对对不错 像好的时候价钱是多少钱一磅 上一年那个价钱好的 那个棚子的 地有1400块钱 1400块钱一磅 哇1400块钱一磅 那就是打比方一个棚子里面三个三百棵 三百棵就可以收到 所以打比方三棵一磅 就是一百磅 对对 而一百磅一磅 1400块钱 这很收入不错啊 就是十几万了 对对 所以这个是上一年的借钱 我听他们说这年就不行了 今年不行了 这年这人是不知道是不是疫情啊 全部被人收 他们种出来的大麻 全部存在街里面没人收 所以各个都亏本了 今天是由于疫情的情况 就是说没有收大麻的人过来收的 所以他们就只能够放在家里 对对对 人放在街里面没人收 各个都 他因为投机很大证据 他那个钱赔不了不来啊 哦哦哦 那这样的话确实是对他们的 就是阻力比较大 那像这些他卖不掉 然后可以这个大麻可以放在家里 可以放多久 可以放一年还是半年都可以吗 还是说要很快的卖掉 听他们说要很快的卖掉才可以 如果你放的太久的时候 太久的时候 他们他们那个就会烂掉 哦就会烂掉 对 这个压力很大哦 对对对 如果说卖不到好的收成 或者是种的不好 对了 如果说它的继续不好 有时候你你种的橙色有可能很一般 或者是你的那个大麻种出来 就是还没有开花的时候就死掉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这个情况有的 嗯 我呢就跟他们装修 搞了些人他们他们说 你如果你你种不好 种不好啊 你一个棚子才出20磅30磅 这个这个情况出现很多啊 哦 跨学跨学跨学它是它就会死掉啊 太热了 哦太热了 对 太热了 要不也就是技术不好是吧 对 就是新手了 新手就容易容易亏 对是吧 还有那个产量 还有那个产量很低啊 产量很低 哦 所以就是说 尼尔棚300磅不见得 它能够收到100磅 但平均的话呢 就是说 嗯 种的也好啊 程式也不错 应该也是可以收到80磅左右吧 是吧 一般都是 对 一般都是80磅 如果你你种的时间长了 有技术的 80磅是没问题 80磅没问题啊 对 所以现在有说很多 以前做餐馆的 我看见他们 前去做餐馆的 过去做 前做装修的 过去做 那个产量 高不了 这个东西 二三十磅 放出来 哦 它这就是 还是要靠技术盒 是吧 对 那有的人说 这也是运气 你觉得是不是运气啊 这个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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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也要减下 还有那个 那个技术啊 还有那个勤劳啊 要勤劳啊 对 勤劳 这个中大马 这个像一个小baby一样 嗯 小baby一样 你要管理得好 要给他 天冷了 要给他加温度 天液了 给他加冷气 他要喝水 哦 要喝水 要剪 剪头发 哦 剪汁 剪肌 剪头发 要服上他 像baby一样 一样的 我看他们啊 嗯 看他们在那里是 像 嗯 在那旁边 每天都看着他 哦 哦 这样哦 对对 那也是